哇 沒想到國外 已經封城了 封城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他們這個疾病的影響關係 必須要封城 也就是家裡面的人都不能出來 待在家裡齁 那很好耶 你看就可以不用去上課 也可以不用考試 那我想要封城待在家裡 YA 哪有好啊 封城的話就不能去學校 跟我的好朋友花花見面了耶 就要一直待在家裡 跟你大眼瞪小眼 我猜不要呢 我要去上學 那也是 你小眼 我大眼 我大眼瞪著你的小眼 哪有 哥哥 你眼睛這麼小 所以你是小眼 我是大眼 是我大眼瞪你小眼 你才小眼 這裡哥哥瞪大眼 那裡姐姐瞪眼大 到底是哥姐瞪大眼 還是兩人變成鬥雞眼 好累喔 不過啊 哥哥姐姐 也也跟你們說 如果到時候呢 疫情真的這麼嚴重的話 或許我們住的地方 也要封城 你們就只能天天大眼瞪小眼了 才不要呢 奶奶善亮 老闆啊 你等一下要吃什麼或是喝什麼嗎 我要去廣場跳舞 還是我回來時候幫你帶回來 老大婆 你先坐 奶奶來 先不要管跳舞的事情了 你有沒有看新聞 現在國外疫情很嚴重 都封城了 有 我每天都有在看 聽說那病毒很毒很毒 好多人都住院了 所以我看還是先不要出門好了 先緩緩 可是我等一下還要順便去超市 買我們家裡其他的備用品 而且萬一封城怎麼辦 我還得囤貨 等一下 你忘記了老太婆 上一次你買了這麼多的麵 不用再去買了 你上次買了那麼多的麵 到現在都沒有吃完 還有那個罐頭跟山一樣高 吃都吃膩了 我這不是怕到時候封城 我們就真的只剩罐頭可以吃了 才不要呢 拜託 拜託 千萬不可以封城 等一下 媽媽 你在做什麼 我在拖地啊 可是你剛剛這邊已經拖過了 對啊 為什麼拖過了還要再拖一次啊 我剛剛是用清水托 現在加了消毒水 這樣子就可以把病菌給消滅了 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一點喔 萬一要是我們也封城 那可不得了耶 嘿嘿 爸爸回來了 六口回來啦 快到了 轉過身 慢慢的 怎麼了 轉回來 慢慢的 這怎麼了 好了 告訴我 今天行程去了哪裡 報告老婆大人 今天我出門 坐公車上班 然後下班 坐公車回家 報告完畢 出門在外有沒有戴口罩 報告老婆大人 我有戴口罩 很好 有沒有拿下來 報告老婆大人 我吃飯的時候 又把口罩拿下來 現在是吃飯時間嗎 報告不是 那為什麼沒有戴口罩 老婆 老婆我告訴你 我很聰明的 因為呢 我怕把病菌帶回家 所以 我剛剛要進門口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口罩 丟到外面的垃圾桶啦 好啦 那這樣還可以接受 是吧 是吧 不過回來第一件事情 你是要做什麼呢 第七個 才不是 現在回家第一件事情 請你去 洗手 好好 掃吸之後 開始動作 小心 洗手 洗乾淨 媽媽 你對爸爸好兇喔 對啊 也沒有啦 我就說現在是非常時期 大家要小心一點 爸爸剛剛從外面回來 摸過的本爸 我要消毒 消毒 不然我也把爸爸剛剛走過的地方 再用消毒水 拖一次好了 好 姐姐 媽媽我來幫忙 麻煩你了 好 交給我 我說你們 有需要這麼誇張嗎 怎麼會誇張 我們現在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每個人多防護一點 我們大家就多安全一點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太麻煩了 我待會兒還要去廣場跳舞 難不成我回來的時候 還要被這樣 奶奶 不要動 手舉起來 奶奶 你現在也乾淨了 沒有病菌 你別這樣笑 奶奶 不要亂 還有奶奶 可怕的不是我 是爺爺剛說電視上的病毒 深呼吸 小咪咪 小咪咪 少放下來 沒事的 既然這樣子 那我乾脆不要出門好了 回來就不用被 老太婆 不用擔心 我們只要像新聞說的 平常做好防護 就不用害怕出門這件事了 對 像老師也有說我們可以平常 戴口罩 這樣可以防止飛沫傳染 對 媽 我聽說這個病毒 好像會經過那個飛沫 有可能從眼睛跑到身體裡面 有 我看 這種太陽眼鏡 鏡面比較大 你等一下也戴著好了 奶奶 來 我也幫你準備了手套 這樣子你出門的時候 然後按電梯 細菌就不會跑到手上了 你也跟大家說 看到大家這樣子 爺爺我就放心了 因為爺爺我最有型 製作黃褲衣 黑色正流行 穿上它 細菌都隔離 真的好厲害喔 可是這個黑色垃圾袋吧 好像有點嚇人耶 我跟你說 穿這個出去 你曬到太陽 黑色怎麼樣 容易吸熱 那麼熱 變去呢 都殺光光 都殺死了 好像有道理喔 不然這樣 我們趕快幫奶奶 穿上防護衣好不好 好耶 穿穿 走 穿穿了 大家一起要幫忙 穿穿 好 奶奶少幾個 都好了 準備完成 來 亮笑 陌生人 來 別跑 去孩子 去孩子 你哪裡走 你哪裡走 報上妳來 我是你媽 你是我媽 我是你媽啊 這真的是我媽耶 媽 你怎麼穿成這樣子啊 我是... 你媽啊 待會兒要準備出門 所以我們大家要幫她穿上這個 全套防護的裝備 太誇張了啦 害我以為有歹徒類 坐下來 坐下來 歹徒 跑得很累耶 我是歹徒 媽 媽啊 你穿這樣子出去 會嚇到別人 而且黑心麻烏得很可怕耶 對耶 我們徐強老師有說啊 穿雨衣要選亮色的 奶奶 你這樣子穿全身黑 萬一你出去啊 外面的人看不清楚 會不會開車撞到你啊 老天爺 拜託老太婆啊 而且如果到了晚上啊 這個光線不足 奶奶又戴那個黑媽媽的眼鏡 會不會看不到前面 然後走路就自己 不要急跌倒 老天爺 拜託老太婆啊 哎唷喂啊 老爸 老婆 老媽 還有我的寶貝們 你們啊 大家千萬不能被恐懼給打倒 我們只要做好自己的個人衛生管理 戴好口罩 保持好社交距離 就不用怕這些病毒病菌啦 對啊 自身的衛生也要注意喔 如果媽 你等一下從公園回來之後 趕快先把外出服換掉 然後第一件事情先是其洗手 在外面的時候 也要跟人家保持安全的距離 戴好口罩 這樣子這個可以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囉 好 你們把我打扮成這樣 我也不敢出門啊 而且還被親生兒子當作歹徒 媽 真是抱歉 不過我只是怕你出去 大家也會嚇到啊 你專程這樣子出去 你還能跳舞嗎 這你就不懂了 你們看 你們看 老婆 秀兩首給女兒子看看 奶奶 你要做什麼 看清楚了 好 好棒 厲害 媽 放下來 好厲害喔 奶奶 厲害 強 等一下 哥哥過來 過來 媽媽 怎麼了 爸爸 你剛剛不是說 要去洗手嗎 對啊 我洗完手手啦 那你怎麼沒有把外出服給換掉 有兵去 有兵去 等一下 爸爸我啊 因為出門都懶得挑衣服 所以我有十件一樣的襯衫 我剛剛有換 我剛剛有換啦 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嚇一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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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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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呢 你們爸爸好像早上的時候 公司打來 叫他去南部出差 那媽媽呢 好媽媽 他跟陳太太 遊戲上什麼插畫課 待會兒才會回來 開派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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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開派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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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啊 這是什麼情形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些孩子們平常是怎麼藏這些零食的 你看看 還有開過的耶 真的耶 難怪家裡最近都有出現 蟑螂 蟑螂 現在沒有 就算有 爺爺奶奶保護你們 是說小朋友 你們先坐好 為什麼要把這些點心零食的 東藏西藏啊 就是啊 你們藏這些零食 很容易吸引那些蟑螂螞 奶奶昨天才在廚房 少出了兩隻蟑螂耶 這都 都要怪爸爸媽媽太嚴格了 平常都不讓我們吃這些餅乾零食啊 然後我在學校也會有一些同學 帶一些零食來這邊分享 我學校老師也說不能吃 那就只好帶回家啦 但是就得把它偷偷地藏起來 要趁爸爸媽媽不在才可以吃耶 很辛苦 嗨 哥哥 你們這樣不辛苦 媽媽做那些好吃的菜給你們 這叫辛苦 爸爸出去賺錢 這叫辛苦 偷藏零食一點都不辛苦 而且爸爸媽媽是為了你們的身體健康 才不希望你們吃這些零食 怕你們吃了零食 就沒有食慾小吃正餐了 就是啊 這些加工過的食品啊 很容易影響你們的成長發育 媽媽之前都有講過啊 怎麼不吃媽媽做的那個健康 又減糖的小點心呢 你們到時候吃一吃 趕快要收完啊 不要讓媽媽以為 又是我們的主意了 媽媽回來 媽媽回來 偷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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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把它掃起來好了嗎 好 你好 還好死掉了 等一下把它掃起來 最近家裡喔 真的是 偷藏很多耶 很多啊 媳婦 我跟妳講 最近都 怎麼都跑到這裡 爸媽 一定是你們又帶小朋友 去買零食了對不對 絕對沒有 我敢保證 我絕對沒有參與他們這一次的行動 我也替老頭子掛保證 我這次也沒有拿他的錢包 去幫他們買零食 我問問看孩子們 這些零食 餅乾糖果哪裡來的 搞搞說 好啦 就我們很想要吃餅乾零食 可是爸爸媽媽你們又不想要 讓我們吃這一些所謂的垃圾食物 所以我們只好趁你們不在的時候 偷偷拿出來吃 最平常都藏在 烤箱 烤箱裡面 還有呢 書房 書房 花瓶 鞋櫃 這樣子東藏藏西藏藏 有些 我看還開過的是不是 對啊 想到的時候再從沙發底下挖出來吃 很髒耶 好不衛生喔 那些東西啊 不知道都過期了沒 這樣對你們的健康怎麼會好呢 好啊 媽媽 你不要生氣啦 不然我去廚房拿垃圾袋 把這個 丟垃圾桶 一包 不要走 真是的 其實媽媽我啊 也不是這麼不想理的人嘛 我知道這些啊 餅乾聞起來都好香 好像很好吃對不對 但其實 真的是很不健康耶 而且這些東西放在裡面 說不定 蟑螂都進去下蛋了 真的嗎 你們不知道 你別靠太近來 吃到那些病菌細菌的 很危險啊 好 那你扭心喔 媽媽 我們不會有下一次了 可是這些先不要收 不行 這些會危害你們的健康 這些不能吃 如果真的很想要吃餅乾零食的話 在爸爸媽媽的控管之下 吃一點點的分量是沒問題的 好嗎 好 好 好啦 這些放太久了 都丟掉吧 收起來了 這真的 可能被蟑螂爬過 一定細菌很多的 不好不好 好可惜喔 好啦 別可惜了 媽媽來做小點心好吧 你們先上去寫功課 等一下好了 再叫你們下來吃 好 巧克力餅乾喔 好啊 加一加一 謝謝媽媽 趕快上去 好 這些就不要了吧 有地方還有一個 我們也來幫忙 這邊還有一些 沒關係了 爸媽你們休息就好 這些我來 真的啊 這些沒有開過的 應該還可以留著吧 這個色素很多耶 吃了搞不好 舌頭都變色了 那都不要 很辛苦啦 不會 那我先去隨衣服啦 好 天啊 這裡好髒喔 我這錢包又忘了帶 等一下再用掃把掃好了 真是的 臭襪子藏在沙發後面 這些小朋友真的是 衛生習慣越來越差了 這個當然丟洗衣籃呢 怎麼會丟在這裡呢 是誰把糖果藏在沙發子裡 媽媽怎麼回事突然叫那麼大聲啊 對啊媽媽 你這樣子害我耳朵好痛喔 媽媽你現在看起來有一點兇耶 這是發生了什麼大事啊 對啊 媳婦 你怎麼了 有人啊 爸吃不完的糖果 塞在這支襪子裡面 我把它丟去洗衣機裡面洗 結果洗衣機裡的衣服 全部都黏黏的 好 我來想辦法 有了 我待會兒打電話呢 給兒子請他買一個 比較厲害一點的 強效洗衣精怎麼樣 不是洗衣精的問題吧 是壞習慣的問題 別鬧了 你去坐 你去坐 媳婦 你先別生氣 來 你這裡先坐下來 別洗啊 小心氣壞身子 我只要給媽來處理 孩子們 這個糖果是誰放到襪子裡面的 通常我們看這個襪子的主人是誰 應該就是他做的 草 草莓 就是你了 還看 哥哥 猜不是我了 我要藏也不會藏我可愛的 草莓襪子啊 要藏也藏你的 藏你的 怎麼可能藏在我的 娃娃裡面呢 怎麼不可能 這襪子就只有你的 就是你自己會保管 誰會去拿你的襪子啊 有可能是你們兩個 去弄一個奇怪不正的 是你啊 不管了 到底是誰 那個 糖果是我放進去的 弟弟 原來是你啊 不過為什麼 要把糖果放在襪子裡面呢 又不是在過聖誕節 昨天在這邊偷吃糖果的時候 媽媽不是突然回來嗎 我太緊張了 我就把嘴巴的糖果放進去 全部都吐到襪子裡面去 上樓的時候 我忘記拿出來了啦 對不起 你看看 這就是你偷吃糖的後果 弄得媽媽整個洗衣機裡面 衣服都黏黏的 還好沒有長蟑螂 你都忘了嗎 昨天晚上發現了兩隻蟑螂 就是你啦 這沒吃完亂丟 對啊 你很髒耶 我跟你說 你那配我一雙襪子 妹妹 我陪不起啊 不然我幫你洗襪子好不好 好 媽媽 對不起 你不要生氣啦 我下次不會了 我才說啊 最近家裡出現這麼多蟑螂 萬一這些蟑螂螞蟻老鼠的 就這麼住下來在我們家裡 那該怎麼辦 那可是會滋生很多細菌 人啊跟這些蟑螂老鼠的 住在一起 可是會生病的 家裡的整潔需要大家來維護 知道嗎 知道了 下次如果東西沒有吃完 記得要把它包好 或者是密封起來 再者也可以把它冰在冰箱裡頭 如果像你們昨天一樣 東藏西藏的這樣子亂藏 很容易忘記東西原本藏在哪裡 像我啊 就常常把我的私房錢 藏在房間裡面的褲子裡頭 或者是抽屁裡 可是後來怎麼找都找不到 不知道是我自己忘了還是怎麼樣 爺爺 你真的很搞笑 私房錢那麼重要 你怎麼會忘記 對 爺爺 你很好笑 不倒極 你們爺爺的那些私房錢 都在我把他的褲子拿去洗的時候 從他的口袋墊到我的口袋裡了 你真聰明 你真聰明 這樣子 那師傅 你現在心情好點了吧 我覺得聽到爸這個是好笑的習慣 好像他心情都開朗起來了 不過我一看到那一隻黏黏的襪子 又想到整鍋黏黏的衣服 還是好煩 媽媽 我幫你一起洗了 對不起 你們願意幫我一起分擔嗎 是 用熟悉 好 好 但是在工作之前呢 我們要先填飽肚子對不對 媳婦 我跟你說 你今天中午不用煮了 我們出去吃 想不到 好 腦袋空空 爺爺 你來一下 來 爺爺 你以前有做過實驗嗎 爺爺有相關的經驗 怎麼了 爺爺 沒有 老師就有說要我們回家想一個主題 做實驗 不過危險的主題不行 要安全的 然後就說要把這個實驗的結果 在班上跟大家分享 爺爺 我這個實驗呢 完全不危險 你只需要準備一顆 爺爺的心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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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念書的時候 我隔壁班有一個女生 我一看到她 我就知道 她是我的真命天女了 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 你知道我怎麼跟她認識的嗎 爺爺爺爺 趕快說 我好想知道 有一天下課 我一看到她 我就跟她說 我喜歡你 可不可以更好 你也喜歡我 爺爺 這樣會不會太直接 對啊 所以我把它寫在紙上 折起來給她看 好浪漫喔 就是紙條傳情耶 對 我懂了 爺爺是用這種紙條傳情的浪漫 但是裡面的文字 又是這麼的直接 這麼的熱情 好 我要把它寫起來 對了 爺爺 該不會 你那個一見鍾情的女生就是 奶奶 閃亮 長 就會她 我聽到你們在談論我 什麼事啊 也沒有啦 就是奶奶 我剛剛請爺爺分享 她以前的一個實驗 戀愛實驗 你說我們兩個那個 紙條傳奇 都八百年前的事情了 你還說給孫子聽 你還說給孫子聽 你還說 這個經典的故事 就要讓她 不斷地被講下去 不斷地流傳下去 不過是說 這應該叫經驗 不叫做實驗吧 我記得 那實驗應該就是 那什麼科學家呀 還是化學家 拿著燒杯 或者是顯微鏡在那邊 或者是那個 試管 然後倒過來 對... 倒過去 如果比例沒有調整好 就會... 對 奶奶 你說得對喔 電視上也都是 做這樣子的實驗 爺爺你看 你那個是經驗 不是實驗 你都亂分享 差很多嗎 差很多啊 裡面有那種科學的東西啊 算了啦 你又在跟我說故事了 我自己想 也是很不錯的故事啊 不錯 沒有什麼主題啊 怎麼今天的頭這麼癢啊 癢死我了 癢了... 就是這個了 對 這個主題 一定沒有人想過 我的實驗就是 我們來看看 幾天不洗頭 頭也不覺得癢 就是它了 忍耐 忍耐 不行 不能抓 不能抓 要有實驗家的精神 積極努力 一定會成功 可是... 頭髮一個禮拜都沒有洗 還是很癢耶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頭皮不癢 查一下資料好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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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蘇打水 噴在我這個油油的頭髮上 是不是也可以去污除臭啊 太好了 這一定沒有人做的實驗 我要調製一個神秘的藥水 讓由頭說拜拜 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 我們家有嗎 有... 是在廁所的洗手台下面的櫃子裡啊 廁所... 你要小蘇打粉做什麼啊 你的寶貝孫子 即將成為世紀的發明家 哥哥加油啊 因為我現在做一個神秘的實驗 不過不可以告訴你 Bye 奶奶 謝謝你 老太婆啊 有沒有聞到一股... 要怎麼形容... 油油的味道嗎 而且這個油還有點... 臭 對...有...有說臭的 該不會是... 我再也不會一個人去吃燒肉了 再不會一個人去吃了 真的啊 我之後去吃燒肉 都會帶你一起去吃的 我答應你 爸...媽... 早 你們兩個在聊什麼啦 沒有啦 兒子我們在聊關於燒肉的事情 燒肉 對啊 你有沒有聞到一股... 油油的味道 油油的 對 嗯... 再聞仔細一點 好像有一個油油的味道 但是這個味道很怪耶 那是不是你剛剛煮菜啊 我...沒有啊 我們兩個一直黏在一起 沒有煮菜啊 對... 還是你那些沙拉油過期啦 怎麼可能 媽... 上次就練... 不要囤那麼多的沙拉油 你看沙拉油都過期了啦 浪費錢啦 兒子啊 來...你過來... 沒有過期啊 而且這上面這個 都還沒有拆封耶 全新的啊 怎麼會飄出來咧 那... 怎麼會有個油油的味道啊 奇怪 嗨... 你說的那個什麼洗手台的下方的櫃子 然後把它打開裡頭 然後會有那個什麼蘇打粉 可是我這個翻過來又翻過去 打開來又打過去 就是沒有看到什麼粉啊 你是不是忘記了啊 就這裡面真的都沒有耶 這個味道是從... 這裡 什麼味道 我真的要什麼味道嗎 我怎麼聞不出來 真的沒有 我沒有聞到 可樂... 你們...你離我們遠一點 可是我沒有... 好了... 你先跟爸爸說 你幾天沒有洗頭啦 啊... 一個禮拜 七天而已 而已 對啊 七天耶 七天 你還跟爸爸說 而已 爸爸一天就受不了 你還可以七天沒有洗 你太誇張喔 對啊 害我還以為是我的寶貝沙拉 有過期了 幸好不是你 乖乖乖 哥哥 你說的偉大的實驗 該不會就是... 不洗頭的實驗吧 乒乓 爺爺 你真的很懂我耶 爸爸 是這樣子的啦 因為老師呢 要我們回去想一個主題 做實驗 但是有說喔 危險的實驗不可以做 我就想說 來挑戰一下 幾天不洗頭 你也不覺得頭皮癢 今天到了第七天 我在想辦法 可是你知道嗎 七天不洗真的很癢耶 所以我就用你的筆電查了一下 有沒有什麼 可以讓這個去污除臭的方法 有喔 小蘇打粉做成小蘇打水 應該有機會喔 所以我就在做這個實驗 那你調的那個水呢 因為沒有找到那個小蘇打粉 還沒有調出來 那就好 那個小蘇打粉呢 它有分食用及跟工業用的 鹼鹹的程度有分別 大家通常會知道說 小蘇打粉它有 去油脂吸附髒污的一些功能 不過呢 通常都是用在這些生活用品啊 沙發啊清潔上面 不會有人真的用在皮膚上面 如果你真的用在皮膚上面的話 你有可能會發炎 紅皺 毛孔阻射 角質堆積 然後最後可能會 可能會什麼 掉頭髮 這麼嚴重喔 超嚴重的 我還這麼年輕 我不要掉頭髮 我很喜歡我的頭髮 哥哥 看看你爸爸 頭髮非常茂密 看看你爺爺的頭髮 非常帥氣 所以你不會掉頭髮的 那就好 但是哥哥 你自己也是非常喜歡打球運動的人 也會常常流汗 所以也建議你還是打球運動完回到家 還是要趕快地洗一洗澡 身體才不會黏黏臭臭又油油的 對啊 哥哥 你那個什麼實驗 這麼危險的實驗 你就不要 不要做了 你這樣子傷害自己的身體 奶奶 爺爺爸爸都會很難過的 對 奶奶 對不起 爺爺爸爸 對不起 我一開始 怎麼會知道小蘇打粉 不可以塗在這個身上 現在我知道了 那個神秘之水我就不做了 可是實驗還是要完成 有了 奶奶 剛剛爺爺有說 我最愛打球的 回來就要趕快洗澡 那我就來實驗 幾天不洗澡 身體不會癢 好 哥哥 這些實驗請你先暫停 爸爸待會兒再陪你 找一些其他正常的實驗 好嗎 你現在立刻馬上 去把你的身體 還有你的頭給洗乾淨 可是爸爸 我記得 記得不要用小蘇打水 我知道 用洗髮水 洗髮精 好啦 好不好 同學們上課啦 老師好 同學好 請坐 謝謝老師 不過怎麼有個空位啊 太太呢 怎麼還沒來 太太 她沒有請假嗎 對啊 沒有啊 我沒有接到家長的電話 老師 對不起 我遲到了 沒有 對不起 太太 怎麼一進來就在打噴嚏啊 對啊 是不是感冒了 不舒服 我記得我昨天看漫畫的時候 看到十二點 身體還很好耶 你昨天看漫畫 看到半夜十二點 講錯了吧 不是啊 重點是我昨天身體都很好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鼻子很不舒服 然後身體也沒什麼精神 就懶懶的 老師 該不會像你說的一樣 我真的感冒了吧 這聽起來的確是滿像感冒的徵兆 今天在學校的時候 大家要提醒她多喝溫開水 回家也要多休息喔 如果越來越不舒服的話 要來告訴老師好嗎 好 老師 我知道了 太太 打噴嚏要污嘴巴 趕快把口罩戴起來 不然這樣容易傳染給同學的 老師 我沒有放口罩在書包裡頭 真是的 大家聽著 回去請爸爸媽媽幫你們 準備一個備用的口罩放在書包裡面 現在這個感冒流行的季節 口罩是非常重要 保護自己的一個東西 像老師 我每天出門搭捷運 我都一定會戴口罩 老師 為什麼搭捷運要戴口罩 搭捷運 搭公車 像這種人多又密閉的地方 一定要戴口罩的 像那個空氣不流通 車廂裡面如果有一個人生病了 他一喝酒 這個病菌一自散出去 說不定整車廂的人都被他傳染了 那可不行耶 所以即便是我自己沒有生病的話 我也會把口罩戴好 因為這是保護自己的方式 老師 剛好這邊有一個口罩 可以先借給太太 謝謝小蘭 謝謝你 好 小蘭 我很開心 你願意分享你的口罩給我 可是它是粉紅色的 我又是男生 粉紅色很好看 顏色本來就沒有再分什麼男生女生 紅色粉紅色都很適合男生女生 你看像那個海苔哥哥 他就是紅色的 對 而且我覺得粉紅色很欣賞 很好看 對 粉紅色明明就超可愛的 我覺得粉紅色超適合我的 對 顏色沒有分男生女生 而且戴口罩的用意 是要避免傳染 太太 趕快把它戴起來 今天一整天都要乖乖戴口罩 好 沒問題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海苔哥哥 我要把它戴好 真的喔 好像 你要拉開 拉開 鼻子壓緊 好 鼻子壓下去 對 太好了 不過老師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你們現在是成長的階段 需要充足的睡眠 還有均衡的飲食 如果睡得不夠 像那種平常愛打電動打到半夜 看漫畫看到快天亮的那種 就很有可能因為睡不夠 抵抗力下降 免疫力不好 自然就容易生病了 就是說你了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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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知道了 我今天不打大魔王了 明天再打 可是安妮 我們快要考試了 那考完是再打大魔王 好啦 考試快要到了 老師希望你們平常的時候 就要認真上課 不要臨時抱佛腳 念書念到半夜 這樣子睡眠時間不夠容易生病 萬一生病的時候 頭腦一片混亂 考試成績就不理想囉 早安 大家 老師來了 大家好 大家昨天睡得好嗎 好 有沒有精神呢 有 起立 老師 立正 經理 老師好 同學們 快坐 謝謝老師 老師 怎麼連平常 嗓門最大的貝果 也這樣無精打采 懶洋洋的 會發生什麼事了 我 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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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 汙嘴巴 老師 我覺得 大家會這樣子懶洋洋的 都是用頭髮 不是 阿妮 你這樣子嘴巴汙著講話 我一個字都沒聽懂 老師 我的意思是說 全班會這樣子懶洋洋的 都是太太害的 為什麼我害的 你自己身體不舒服 怎麼怪在我頭上 阿妮 明明就是你傳染給大家的 太太 你昨天不是身體不舒服嗎 是啊 那是昨天 所以我很乖 我昨天很早就上床睡覺 而且睡得好飽 所以我今天早上 特別地有精神 太太 那就對了 昨天我們叫太太把口罩戴起來 她都沒有戴 太太 你說 昨天一整天上課 你都有乖乖地把口罩戴好嗎 有喔 老師 我昨天有看到太太把口罩拿下來 我有請她戴上 但是她不但沒有聽 還說我管太多 老師 這真的我也有看到 老師 我就戴那個口罩戴很久 就覺得很不舒服 還沒有呼吸到新鮮空氣 所以就偶爾有拿下來一下 你看你這樣偶爾拿下來一下 結果生病的病菌 都傳染給班上的同學了 就是因為你這個任性的動作 老師 我知道做了對不起 不用跟我說對不起啊 我又沒有Hushu 你要跟這些被你傳染生病的同學們 說對不起 各位同學 不好意思 讓你們也感冒了 對不起 我下次一定會記得 把嘴巴捂起來 不會打擾到大家 也要記得戴口罩啦 不過台台 沒有關係 沒關係啦 我知道有時候 戴口罩沒辦法呼吸 然後其他也看不到 你帥氣的臉龐 所以我都懂 我懂 可是這個 對不起 幫你消毒一下 台台 我懂你的感覺 像我跳舞 如果我邊跳邊戴口罩 我會呼吸不到空氣 我懂你的感覺 對啊 老師 跑操場的時候會很喘耶 這樣戴口罩超不舒服的 像是在戶外 如果空氣有流通 人也沒有很擁擠的時候 運動的時候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過如果是在密閉空間 像教室裡面 好 現在大家就應該要把口罩拿出來戴囉 好 好 我又忘記戴了 老師 我也沒有戴到耶 老師 我也沒有耶 老師 我也沒有耶 我也沒有 我沒有 老師昨天才提醒過大家的 在現在這個病菌流行的時候 口罩真的真的很重要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一定要記得戴好嗎 講錯怎麼辦 老師 我這邊 爸爸媽媽昨天幫我多放好多口罩進去 好像夠大家戴 你們要嗎 有 好吧 我要 我要 這個顏色 謝謝小蘭 還好小蘭有多準備幾個口罩 才不會讓我們搬變成病菌吧 老師 你們要嗎 口罩 糟糕 我也要趕快把口罩戴起來了 你們看老師的口罩 是某某的耶 真的嗎 真的嗎 老師 你的口罩好漂亮 好可愛 好適合我 我可以跟你交換嗎 不行 你那個已經戴過了 我這個口罩防護力很強 我現在出門坐車都烤它 而且老師帶來是某某獎的口罩 超可愛的 對 某某獎 她一定可以把病菌都打倒 好了 那今天我們病菌班 不是 口罩班就要好好的上課 戴著口罩講話比較費力 大家要聽得更用力好嗎 好